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时时刻刻 先把自己两个资本修好 这个资粮位一定要修好 要有福报 一个是福德的资粮 另一个是智慧的资粮 能够懂得这些资粮 你才有资格去学佛修行 这是必须的 而当你修到一定的时候 你的福德和福报的资粮 和你自己的智慧资粮 都会拥有的 然后你就会慢慢的去帮助别人 这叫自度度人 有些人 没有福报的人 经常你叫他修行 他就说 哎呀我没时间呢 我没时间修行啊 我忙啊 我要养家糊口啊 等到哪一天 你真的想退休了 想好好修的时候 可能你的寿命也不让你再修了 你的业障 你自己所造的因果 可能会给你起到一定的果报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资粮道 智慧道 要好好地学好 要有真的智慧 真的智慧就是舍 慢慢地就会懂得 越来越懂得 这个有了资本之后 你才能修各种各样的 比方说打坐啦 然后念经啦 许愿啦 放生啊 有的人整天放生 他以后也能成佛 因为他太慈悲了 有的人整天的就许愿 他每个愿力他都能够达到 他这个人就是愿行菩萨嘛 他也能成功啊 大愿 对不对啊 你看我们地藏王菩萨 大愿 菩萨 所以念博修行 修戒丁慧啊 等等一切 你首先要 加行为 首先要在于 你要有资粮道 所以加行了之后 你就见到位了 就是你真正的 因为你的根基好 然后你修行啊 念经啊 放生啊 你就慢慢见到空心 其实空不是一句话 空啊 因为有境界的呀 很多人放得下 不一定空啊 很多人空了 不一定放得下呀 因为你空多少时间呢 要一直空下去的 你才能见到位啊 所以见到了之后 你就开始修到位了 所以很多 现在说的 你这个人做事情 到位不到位 其实就是这个道 这个位 我们现在人说道 道达的道 实际上就是你修到的到位 如果你一辈子修到最后 你没有修到位 你空性也会失去 你暂时理解的空性 你就白修了 所以佛法说 不见空性修法无义啊 你修到后来 你要错误 你就是见到空性 你才能修法有义啊 所以大家都知道六祖 他也不看这种经教的经文的 因为六祖是古佛再来 你看所以他讲的一切 都是让我们明心见性开悟的 所以大家知道 修到位修到菩萨的道 最后就是究竟位才能成佛 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白 我们修心基础最重要 如果你连小毛病都不愿意改 你连撒谎 妄语啊 奇语啊 两舌啊 很多的小毛病你都改不了 你不要说你能修成 因为你说自己修成也是妄语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 改变自己 从自我的修心开始 好好地掌握两个自良道 非常的严格地去遵守 这两个自良道 你将被众生所庄严 你也就会成为人间的菩萨 好 今天呢 师父最后给大家说一个故事 都是佛陀当年在的 佛陀呢 与大比丘 一千二百五十人 举来到奇数 举孤独园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 师父经常跟大家讲的 当时跟随佛陀有一千二百五十人 到孤独园 当时呢 有一位尊者 尊者就是妇人吧 有地位的吧 我们都称为她是尊者 她拥有了无量的金银珠宝 万贯家财 她虽然非常的富有 但是非常的吝嗣 由不知足 也就是不会知足的 她不仅不供养 侍奉她的父母 连妻子奴仆 也是跟着她 吃不跑 穿不暖 她更加不与自己的 亲属朋友往来 就是为了怕别人 问她借钱 借贷 财物 这个尊者命中之后 没有子女继承家业 所以当时所有的家产 都归国家所有 比丘将这件事情 告诉了佛陀 佛陀就告诉了朱比丘 就是告诉所有的 那个法师和尚 这位尊者 佛陀说 这位尊者不仅 今生千令 就是令色了 不行不失 因为他过去生也是如此 佛陀很喜欢讲英国 我们经过了两千五百多年 我们也喜欢继续听佛陀 当年讲的那些故事 佛陀说 过去在大香山 有一种枇杷树 这些枇杷树 树上住了一只鸟 这只鸟的名字呢 叫我所鸟 我所鸟的意思啊 就是应该属于我所有的 叫我所鸟 枇杷树的果实呢 非常好 有食疗的效用 就是这个里面呢 有点像中药成分一样 吃了这个枇杷树上面的果实啊 大家很多的病就好了 比方说对肺啊 对肾脏啊 对脂气管呢 都有帮助 结果呢 果子成熟的时候呢 有很多人呢 上山就去采果实了 这个我所鸟啊 他整天在这个树上 他觉得这个树是他的 你们怎么可以跑到我们家里 来采我的树啊 他就猛烈地喊 哎呀 这些果子啊 是我所有的 你们不可以来摘啊 这鸟啊 就叫啊 我的果实啊 我的家里的东西 你们怎么都可以来摘啊 结果你们都知道了 这人怎么会去理他的叫喊呢 大家摘着果子哦 不停地拿呀 竖取呀 这个我所鸟啊 一再地叫喊 不要拿我的东西啊 你们赶快停止啊 不要拿我的东西啊 你们赶快停止 别人照样拿 任凭他怎么忧愁的叫喊 也没有 任何一个人停下手边的动作 果子一颗颗被摘下来了 我所鸟不断地哀嚎 我家里的东西啊 全被那些拿光了 他的悲怯声越来越小 叫到后来 立即身亡 这鸟就死了 因为后几世 由于他曾经在几世当中不失 所以他的今生又拥有了财富 但是他累世地 记在他八十天中的这种吝啬 令今世这位尊者又开始了 前令又来开始贪了 佛陀就告诉比丘们 比丘们 当时的我所鸟 就是现在这位贪令尊者 就当时那个鸟啦 就是这个 这个贪得不得了的这个尊者了 佛陀继续说 所以大众当休不失 割爱去贪 内心横长 保持清净无垢 比丘听佛所说 各个欢喜 一觉奉行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上拥有的东西 有什么东西 永远是你的 也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树上 但是它不属于你的 就算拥有的东西 也会 时间长就会坏掉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万事万物 皆生灭无常 你们想一想 哪样东西是你们 可永久拥有的 都是无常态的 就是连和你们 每一天朝夕相处 不理你们的色生 你看你们到哪里 色生是不是要跟着你们走啊 你们走到哪里 你们这个身上这块肉体 是不是跟着你们一起跑啊 到了最后也有败坏之日啊 短暂的生命过程当中 何不把握修缮因缘 好好的要懂得 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 要与人分享啊 懂得慢慢的分享 你就会得到分享当中的喜悦 所以佛法也是靠分享 我们做人 也是有好的东西 大家一起吃 你会更开心 佛法 大家一起学 精进 大家一起来 每一天活在佛法当中 一个意念 一个思维 一句话 一个行为 离不开佛 你一定早晚成佛 所以师父今天 跟你们讲 你在人间 学佛 你以后会成佛 就像我们现在人一样 你在人间 你现在学画画 你以后可能会成为画家 你今天在人间 好好地烧菜 你可能会成为一个 著名的厨师 你天天 在设计房子 你可能会成为一个 很有名的设计师 你天天在念经 你一定会成为一个菩萨 你天天做好事 你会成为一个大善人 你天天贪嗔痴慢疑 你会成为一个 被人家不为人耻的 一个凡人 你天天地在害别人 因别人 你就会成为一个人间的鬼 所以我们学佛 就是要学的未来 我们每做一步 每走一步 我们都是在为未来着想 所以未来的佛 未来的菩萨 是怎么形成的 就是靠着我们今天 一步一个脚印 学佛而成的 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继续和大家分享白话国法 谢谢大家